大家好,欢迎来到令的植物世界 迷迭虾是我最喜欢的香草植物 它散发的令人愉悦的香气 能帮助记忆力提升 迷迭虾还有很多的药用价值使用的价值 因此吸引很多朋友来种 叉汁,白纸,照顾多么简单 每年我都要种上几盆 下面为大家介绍迷迭虾种植的要点 和养父的方法一起来了解吧 我们可以选择富有 大脂排水良好的土壤为家 迷迭虾在生长期间给予充分的阳光 这样才能让植株健康茁壮 一般在20-30度内都生长得非常良好 不干不浇水,浇折要浇透 违原则 不用经常施肥,两个月只要施肥一次即可 迷迭虾散发了芬芳的气体 有助于杀菌作用 但黑刺牙虫却是常见的 害虫之一 防治方法 小便用加强版的辣椒液 每个20天喷洒一次 下天一定要记得修剪通风 最好修剪到绿枝布 不可以剪到木质化金 特别接近盆底部分 叶子可以剪去 目的为了通风 明天香通常以叉枝和播种进行感情 选择顶牙叉枝不可以剪太短 至少包含顶羊约4-5节 我要选择木质化的枝条 那不容易发根 叶子在玻璃容器中水中培养 水餐后要记得情况水 约20天 就会长出细根 在进行栽种 我会陆续为大家介绍一些 香草植物 也是 到内 Salv間 躲在牛亮 不用更rij了 笨